有初学的同修他们刚开始学佛 一开始没学佛之前他们都有说话 有一些口头语比方说一些口头语的脏话 这个口头语他们一开始可能是要慢慢的改才能改掉 就是说他们这样会影响念经的质量 就是说应该是改掉 但是还有就是有的同修已经拜师了 但是他学的时间也不是太长 但是说话有时候偶尔还会带出一些脏话 口头语这样会不会影响念经的质量和莲花呢 都会有 如果他正好被胡法生看见了 而且他口头语出来是没有目的的 那他就受大罪 如果他正好被人家欺负了 欺骗了 他欺得不得了偶然的露出来 胡法生还会给他一点机会原谅他 这种口头语马上就要 当场就要念欺佛四十九遍 出来一遍念四十九遍 那会影响莲花吗 如果拜师的话 如果有拜师的也有这种现象会影响莲花吗 应该不会 要看他自己平时努力的成果了 明白了吗 好的 就是一定要改这个毛病 开什么玩笑 你嘴巴里你嘴巴里念的弥佛 你嘴巴里这里在讲讲讲讲讲不好的字啊 开什么玩笑啊 对对对 好 对对对的 一定要改 什么可以啊 啊 好的 好 感恩师傅 你这里嘴巴里讲五讲四美 对不对啊 啊 这里面又在骂人 你开什么玩笑啊 是是是 是 好 感恩师傅 这被开示 感恩 感恩师傅 愿意 是